好,来看看,那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三国战机119天王难度的无伤系列啊 那之前咱们是做过诸葛亮无伤啊 这次做呢是因为第一是小李仔 第二呢我还真没在这个,就是这样,好像是这个和白黄 就是白黄是做过没做过,刚才我看没看着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诸葛无伤呢,这个 还,我,我,我是,我是记得是没做啊 那总体来讲呢,这个诸葛亮无伤呢,是应该是所有人物当中无伤 对吧,就是入门比较简单的一个 因为诸葛亮这个角色啊,他本身就是你什么招都带 对吧,你,你如果什么都带啊,你想一想 哎,可以雷霆万军,雷霆万军还差点啊 因为无伤的话,其实雷霆有的时候挺难 特定的时候用啊,因为是雷电伤害啊 诸葛亮的必杀雷电,他还得是诸葛亮的必杀雷电伤害 他并不是说纯雷,然后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呃,拳脚方面上呢 他虽然说攻击力不高,但是他呢,这个控兵能力啊 他的这个,这个移动能力是非常好 所以说小李仔呢,这个视频我是拿的最后组啊 同时呢,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会儿讲 就是这个诸葛亮这个角色,你用宝也厉害嘛 什么宝都能用,无伤的话呢,你看他的玩法呢 不是那么贵,对吧,咱们就是该打打,有的时候需要气就虚,对吧 他上来就可以前一锁锁,前一锁锁,对吧 我们都知道啊,前一锁锁,前一锁锁,前一锁 直接五点就可以把兵打死 其他的兵说 补击之后呢,呃,直接这么干也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也并不是为了打速通啊 因为你速通的话玩法又不一样了 而且速通基本上你天王速通呢 又是一个方案 我们个人感觉像这个啊,确实是啊 别听主播的,走 这个每次下播,我就应,每次开播 我就应该把那个之前的那个直播关掉 你们,你们猜那个啥是吧 太狠了啊 好,来看看 这之间就来到了这个boss处啊 他根本就不打其他的地图 呃,既然是这个,既然是无伤啊 所以说无血也就不用吃了啊 不血不用吃 我们看一下 在后前手 还有两个铁架兵 一会儿身后还会再出来一个 这个铁架呢 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气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啊 咱们这个小狸仔打这个 打这个孙姬 他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打 是不是选择要用一手暴气 或者说是直接雷霆 如果是雷霆的话 我们看一下 没有 无伤 他直接暴气呼风 直接暴呼 很多人说呼风换移的血量太少了 但是并不是 你可以看到 对吧 键锁在对吧 在呼 然后直接捡起来 然后直接再呼 啊 他这个呼的话呢 虽然说差一点点没呼出来 你看这个血量就不一样了 用了四颗气 万键穿心 卡住这个地方 好了 万键穿心 无伤啊 这打的就是要猥琐一点 这个万键穿心的确实啊 比后黑要好得多 一个土雷 再一个土雷 没烧到 烧到了 可以的啊 下蹲 好 前线锁 一二 一二三 他不爱 华尔不识啊 不是 他没有像那些华尔不识的连招 他又比如说前线锁啊 一二三直接打倒就行 因为害怕有那个小兵 你懂吧 小箭筒 先干掉一个最讨厌的兜兵啊 这个兵确实可以不用考虑的 万键穿 哎 没穿着 小金珠 他也有一些苦恼的啊 第一关无杀啊 我狼也打过 兄弟们 哎 你们肯定会觉得 有狼你吃牛逼吧 真打出来过一次啊 你别让我到现在 这个天王难度 一命通关都通不了 但是 我真打出来过一次 第一关无伤 哎 你们有印象吗 肯定有印象啊 嗯 最老的版本 没有 没两次连 这个是119啊 你看血格 绿色的血 对吧 对吧 绿色的血条 你就知道 好 这个如果是115 或者117 它是黄色的血管啊 这里面为了打无伤 他选择进洞 兄弟们 为了打无伤啊 选择进洞 这个进洞的话呢 就有隐身1 这个也是为了以后能稍微的好一点点 好 看看 一顿错 这个错的话 我跟大家会讲啊 就是 你如果说 你说在乎这个气嘛 如果你这个气有用 你比如说一会打马 我认为打马啊 这个雷霆万军还是挺有用的 对吧 你只 你只需要说 在打这个过程当中 不用考虑这个 你不用考虑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摊分啊 一会还要爆气呼风唤雨啊 那纯属扯毒子 把该吃的吃掉 然后呢 小兵该秒秒 能挫就挫 一会呢 流出四颗气 对吧 你四颗气 你要 你像我打 我打 我都可以无伤啊 你四颗气 留在 留给这个 马 然后呢 猥琐的把那个 炮车啊 先给清掉 然后四个雷霆万军 然后加上一个道具 前面 对吧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像毒标啊 或者什么金珠啊 或者说这种道具 然后你发一发 对吧 要不然你 还是挺危险啊 因为你四个雷霆 它不会死 你还得A一套 当然 当然呢 你或者说像我这种啊 撇两个道具 也够 土雷也可以 都可以的啊 好 我们看看啊 这边 小蝎子该退退 这个气是够的啊 因为你看 这个地方的血量 倒无所谓 这个小兵倒无所谓 周克亮是克这个 拿破仑的兵的 但现在呢 就是你最有用的是啥呢 就是一会儿啊 一出来 还会有很多的黄红 黄红兵 有这个刀盾的蓝色 大胡子兵 这个刀盾蓝色 大胡子 就这个 包括这个射箭的这个 好多人都以为是你的 我感觉也像 但是人家确实找胡子啊 你看回头这个 这确实找胡子这个啊 这怎么说呀 好 来看看 现在是七级 然后 气将近满 看他的路子啊 看他路子 无伤的话呢 还有一种玩法是 卡住他的铁甲骑兵 你把他的铁甲骑兵卡住 那也就没有问题了啊 好 感觉该锁锁 哎 躲一下 好 可以 好 来看看 一个毒标 挫两下 看看啊 气满了 他要卡兵 没有 没卡了 不卡了 这就不卡兵的意思 看看 A一下 然后躲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雷霆万军吗 没有该锁锁 雷霆万军 吃起来 锁两下 直接黄石弓 他流气有用啊 搓地板 哎 没搓到啊 这搓地板这招啊 这我就很讨厌 黄红这个兵 九节杖加搓地板啊 精神病啊 小李仔是 三国无伤玩法 三国限制玩法 也就是什么 这个进那个进 第一人 第一人啊 真的是第一人 因为他以 他五进一命通关 兄弟们 五进一命通关 已经出了 两个张飞 哎 五进一命啊 这就不一样了 对吧 其他人都是五进一臂 他是五进一命 这就狠了 而且还有六点五进的 一臂通关 啊 就比如说 对吧 进卡兵 对吧 但是没有办法进追地啊 因为追地有时候不可控 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一直在右上角是安全的呀 兄弟们 一直在右上角是安全的呀 这就有点离谱了呀 黄石弓伤害这么高 对呀 黄石弓他跟那个雷霆万军 他不是一个东西 黄石弓是道具 雷霆万机是雷霆万军啊 这个位置这么屌的 不知道啊 这个位置 确实牛逼了 好 看看怎么说 直接先先锁 这个问题啊 你 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啊 我锁 但是呢 我又不在乎气 锁的目的呢 是因为安全 对吧 好 三八纵横 黄珠玉虎了啊 好 进屋 你看 一会儿啊 一会儿有这个传说中的杜康九 然后呢 还有 对吧 还有这个黄石弓 你们说的伤害特别高 这黄石弓啊 包括你打越级都可以 但是呢 你看 他主要的目的是清兵了 包括用九节杖清兵 你们也见识过没有啊 九节杖清兵 也确实特别凶狠的啊 好 直接还是走正道啊 这些道呢 基本上就是 待会儿最熟悉的道 你像我打了好多把 我都熟悉了 这个地方刷这个兵 那个地方刷这个兵 但他选择吃这个援军令 这个援军令肯定也是有 有方式的 有方法的 哎呦 我去 这个 好 来看看 一顿挫 气儿的话 只要有铁甲兵啊 只要有铁甲兵 他根本就不用虚 你看 随便长气儿啊 这气儿长满就很正常 一会儿你看他打下活渊啊 作为无伤玩法 看人家是怎么打下活渊的 好吧啊 再来 主播你好 玩三国战斤 有个叫一语金生的 大概是第几水平 玩的不一样 就是你们现在啊 就不是这个东西 也跟大家讲 一语金生 人家是玩速通的大神 人家是玩速通的大神 你像有的人还跨 比如说你像那个空白 空白是集单秒 合秒 速通 为一体的大神 对吧 他不一样 你像井秒 他就是纯 双人合秒 对吧 大神 而且 虽然说现在不玩了 他不一样的 不是说这个大神 就是在某一个项目 他 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牛逼 那个人项目 他那个人牛逼 他不是一个东西的啊 对吧 一语金生玩贪分嘛 一语金生 他玩黄中贪分 和张飞贪分也玩过 但是诸葛亮贪分 目前最高纪录是安施亚 但是我仅仅是在邮据上说 我仅仅是在邮据上说 有的人说他在阶级上 摊更多的分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是不是要四个电 好 落地 该雷霆雷霆啊 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说 你看时间快到了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打的时候 时间很快就到了呢 就前面你打的有点慢了 前面打的快一点就好了 这个地方想稳 直接对吧 直接一手杜康九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就行 但是你看 他更稳了 他直接在有限时间内 直接把他打死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啊 这个打夏活渊在这呢 虽然说我们可以选择 四个雷霆万军 然后路康九 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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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不要以为啊 就这确实能秒 就是在套路上来讲 雷霆万军四个保不保证中呢 如果你的跑位稳 他在练完一个大招之后 你再练雷霆万军 他基本上95%会中 懂吧 不能盲目练雷霆万军 雷霆万军的练 也是要有技巧的啊 不能盲目练的 你要骗他出招 骗他移动的时候在练 就是他走 他在寻找你 他已经出招 不好意思 就有无敌判定了 如果你四个雷霆万军 万军全都打到了 他都说我最多只有三个 而且我打完三个 我最后那一个 我打不着啊 我不打他 我不会长气啊 那就得看你 对吧 意高人胆大了 你可以把小兵撑出来 然后捅小兵一下 也行 或者是拿毒瓶 对吧 你雷霆万军 过一会儿压他起身 等他起身 来一个毒瓶 A他一手 或者是直接追递 对吧 你直接追递 追递也能给自己长气 对不对 这都是啊 然后呢 再呼风万语 你就可以把小兵引出来 三个呼风 尤其是最后一个 呼风的血量是最多的 很多人说 那能不能雷霆万军 你放杜康九 然后那个对吧 你都爆气的 那个效果没之前 那这段时间 万一有危险的 对吧 万一有危险就很难受了 五进是拿五进啊 进血 进气 进B 进C 进地 说白了 最难的就是进放宝 进血 对 最难的是进血 进放宝 然后呢 进必杀 就是气 然后呢 进跳 进防御 啊 就是C一剑啊 看宝那个剑 对吧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啊 这个是标准五进 六进呢 一般就是进卡兵 七进呢 一般就是进追地 对吧 这个 但是进追地太难了 人脑的话 难免有的时候 你就不小心追上的啊 我不是说 我非要追地 打那个伤害啊 再往后呢 是什么呢 走全Boss路线 二十个Boss 必须要全杀 对吧 你得把二十个Boss全杀 这是全Boss路线 啊 梦梦梦祸还得杀两次 那种啊 全Boss路线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会知道的 我说的啊 这个 诸葛亮拿四剑吧 这一看这是录像 录你个大头鬼 你好像是一个八二年的大嫂子 你录像录像的 进方向 纯属扯毒的啊 还有的呢 是进技能 比如说你诸葛亮 不能后黑 那你跳 你万金穿心亮不了了 因为你万金穿心 不让你NB嘛 对吧 但是你后前手可以按 你前前手 可以按 但是呢 你可以选择把进能进了 对吧 你可以进跑 进前前手 对吧 你可以进后前手 你甚至可以进啥 你只能单A一下 你甚至不能A 转身 噗噗噗噗 给他打倒了 不行 你只能单A一下啊 你是83年的 你83年的 对吧 你82年的 我还要尊敬你一下 毕竟是82年的 小老哥 啊 非常的高贵啊 83年的就 就来了啊 刚才我们的 我爱陈炎啊 纵属给我拿了 一手大金卡 感谢感谢感谢 好 一直A到草草 所有人都是 金BCD很简单啊 我跟你讲啊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就是 就是你决定高手啊 就不说了 就一般的这种高手 就二线啊 二线三国战技 高手 就说天王难度 净BCD一命 哇 太简单了 你又不进血 对不对 对吧 你进血就难受了 对吧 进BCD很简单 就是对于这种 二线三国战技 高手来说 但你进血 再进BCD 再把气进了 那就难了 你要祝格亮 有气很牛逼啊 祝格亮雷霆万军 可以 对不对 好 在这里直接放傀儡娃娃 还怕自己有危险啊 还怕自己有危险 傀儡娃娃 在这就放 其实有很多高手 打boss不会死 反而死在 打小兵上 能力气了 诸葛摊分1080 什么水平 诸葛摊分1080 什么水平 你如果是一命 摊分1080 那你就是大神中的 大神中的 大神中的大神 如果你是一臂摊分 小俩闲子 就是 就现在来讲 属于什么呢 就是 摊分相当于 二线中 二线中 谈不到一线 更谈不到S级 现在啊 咱空阵是扯犊子啊 对吧 很少能再试 那对不对 那说难听点 也确实用了辅助的一些东西 但是理念搞懂了 理念搞懂了 但基本上都是 对吧 基本上都是我说的 现在你们不打个1100多万啊 那都摊不上一线 对不对 现在是S级能打到1200万 但是呢 人家确实用到了空阵 说白了啊 用了红了啊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是 你如果说是1080 基本上好多人都能做出来了 现在啊 但是你听我说 我说的小懒子 可不是我这个级别说的 我说小懒子 是我要求比较高 1080 我告诉你 你以为二线简单 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 你以为二线简单呢 就你现在拳皇二线中上 我跟你说 基本上在 你现在的二线中上 你把这个能力 你把他的技术 搬到 比如说拳皇97啊 你搬到五六年以前 那就是妥妥的一线人间 真的 现在的二线的97的实力 现在比你 对吧 二线中上 在早几年 甚至十年前 那都是绝对的高手 懂我意思吧 1080 早在几年前 这个成绩绝对是这个 现在不行了 是现在不行了而已啊 那曾经也是这个啊 灰灰三国 速通和秒杀 懒闲了 别说二线 可能都没线 但是在五级和无伤玩法 在诸葛亮这一块 他不仅 他不仅是什么二线 他都一线顶 好吧 懂我意思吧 他能出五进一命 还进了大部分卡兵 当然只能是诸葛亮 还有关于进血 天王难度啊 关于进血一命空关啊 虽然说难度不是特别大 但是二线顶 一线末的实力是有的 他这个限制玩法可以 一个是限制玩法 一个是诸葛亮无伤玩法可以 但其他角色偏弱啊 就没那么强 同时你让他玩速通 玩秒杀 什么和秒 那就别想了 那根本就不是他能玩的啊 这个很多人说 我拿你是不是替灰灰吹牛逼了啊 在限制这一块真没吹 他确实是五进一命空关 而且还有好多兵都不带卡的不让卡 我姐说过啊 金刚剑 五进不跳boss啥 不是这玩意看 你看那个 你还是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 看那个玩法 那无伤也是人打出来的 他好像打了两个无伤 一个无伤是 这个用了约战的平台 然后约战平台呢 是可以单人 他是可以单人这个 单人减火箭啊 他可以单人进火箭 无伤可以减火箭 那真的不一样啊 有一个火箭 那和真不一样了 后来呢 给他取消了啊 无伤给他取消了 说不让他单人进火 减火箭了 全成普通箭 无伤 八小时 你也能过 不 你 你啥 你五进呢 不是 你别八个小时 你就是 你就 你就 你就这么说 你八 你就 你能不能打出来 你别几个小时 他这又不是SL大法 你如果你 我跟你讲 五进一臂啊 五进一臂 能打出来的人 都是三国战技 限界玩法一线 最少一线 你随便 你五进玩法 只要你能出来 就没问题 首先 天王难度 尽血 对吧 尽气 尽BCD 这五进 不用 你随便 你什么路线都行 你什么跳boss 你无所谓 对吧 你跳什么boss 你怎么跳boss 但是呢 一线顶尖 就是什么呢 你俩是全人物 也不是说 哪个成绩不错了 不是 不是五进 就那么简单吗 在你们嘴里吗 我实话是说 卧槽 我虽然说 我是个懒子 但是我解说 我实话是说 真的 你包括现在 我们现在 咱那个 游剧活跃在 这平台里面的 一些进 进阶型的高手 就是他知道 知道自己 不是大神 但是呢 人家随随便便玩 对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近BCD 一命通关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对吧 无伤 偶尔能炸出来 比如说 魔障飞 无伤通关 偶尔能炸出来 像杨军军 像什么 MIST2啥的 对吧 我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像他们这种高手 就是一般高手 相当于 五进 真的不是 你包括你现在 你那个小小灰 一语今生也 对吧 一语今生 拿魔障飞 打那个五进 对吧 五进一臂 经常就舍在司马仪 或者说是什么 包括什么 蛇在哪 哪哪哪 哪都能蛇 张辽 呂 呂蒙 啊 有贼 呂 虽然说一臂通关 要往后看 但是在那个地方 他就死人了 就不想玩了 就不想玩了 绝对没有信心了 这个咱不是真不是为了我夸灰灰啥 你要真说玩速封玩秒杀 对不起啊 这个人懒呢 真事啊 可能灰灰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的那个 比如说张飞什么十二连 比如说前一手灰空空阵 一二三转身前左一二三 然后蹭一步一二三四狂风式 他不会啊 他真不会啊 就能理解我意思吧 什么三追什么的 追地吧 那怎么的呀呀呀呀 爱咋咋地 就实惠啊 无伤也能出 其实啊 相对于无伤来讲 我觉得无伤和武俊 你们觉得哪个难 而理论上来讲 在心理素质方面上 我觉得无伤难 如果按照技术来讲 武俊难 我觉得都挺难的 一个是在那个心理上 就是太紧张了 没就是 你一次都不能失误 无伤就是这样的 你一次都不能失误的 但是武俊呢 你可以失误 但是呢 就是难 因为你好多东西都不让你用嘛 对吧 你无伤 你可以嘎放必杀 嘎放宝 啊 你甚至可以 对吧 玩赖 就是你有多赖玩都赖 对吧 你看你有属性剑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你五进 就不让用了 这没办法啊 无伤灰灰也确实出了 五进他也出了 但是我 就这两个都是只限诸葛亮 天王尽血一命 是关羽 其他角色不知道 我估计也一般 但是只能是落到这儿啊 当时我不信 我说灰灰一个玩97的还能打出五进一臂出来 去UB呢 当然现在来讲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啊 咱不说五六进一臂啊 什么六点五进一臂 现在最狠的是啊 现在最狠的是 对吧 现在最狠的是这个五进一命 就现在这个操作者小李仔 五进一命啊 三国战绩第一人 没办法 对吧 你踏死咱不能算 你看像这个连招 灰灰的就不会啊 对吧 一二 一二 然后哎 其实他好像也会 我忘了会不会了啊 如果说打速通的话 他 他这个是正常是打完之后呢 对方不倒的情况下 还能破除四招一试 然后他必练一个大招 他必练一个招 练完招 如果是升级 对吧 如果是升级 如果是翻雷滚天 你就可以打他 啊 杀手剑就得了 杀手剑的话 好 给他烧烧倒 然后起身 练一个招 万键穿心 没穿到 对 而且天王 天王五进和普通五进 那肯定不一样 好 一个多 下蹲 还是希望他升级 哎 他升级 这个最好 他必挨打啊 其实说到什么第一人吧 就是拿实力说话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 你比如说那个 呃 秋收 他就从16年 还是17年 16年吧 他打出一个 哎 忘了一几年了 反正是早好多年 他打出了一个三国战绩 赵云 单秒16 人脑 人脑 单秒 天花板 秋收 对吧 空牌的综合实力很强 啊 秒出了100 对吧 出了好多好多秒15 就是秒16方案 秒15 总是这个地方失误了 不小心 那个地方失误了 啊 这个地方 吕布实误了 那个地方曹操实误了 这个地方 夏侯实误了啊 就贼登你知道吧 但是呢 在这个前前一阵 在两三个月前吧 然后那个神云你四哥 又是出了第二个人脑的 秒16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有两个人可以秒了 在这个星球上 三个战机 单秒16 那这两个人都秒了 秋收跟神云 那如果说是 对吧 你现在小离仔只有他一个人 那就是第一人 对吧 而且当然呢 最先出的秋收 肯定是最容易被记住的 对吧 你像那个小离仔 肯定最先被记住 但如果说再说其他的啊 你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上 你比如说一语今生 卡卡就是破这个速通记录 这也是努比 一语今生 现在是普通难度的速通记录啊 很多人说不对啊 我记得之前五郎 你不是做一个比他还快的吗 确实比他快 呃 有两个缺点 第一 他玩的是三国战机的简单难度 虽然说啊 你什么难度啊 这个boss的血量都是这样神的啊 但是你简单难度的 确实是简单难度 还有一点啊 那个是 那个作品里呢 他 就是他死命死的是 技术上的死命啊 不是战术 如果是战术死命 还好说 他是技术上死命啊 这个就非常难受了 但他的时间 27分钟冒头 他确实是比 比这个一语今生快啊 现在但是我也说了啊 主要是难度还不一样啊 他拿将军印干什么 将军印 对吧 将军印那肯定是有用啊 那你要想啊 那赵安壮的时间 对吧 那肯定是有用的 好 灯灯灯灯灯灯灯 直接青钢剑 然后看一下 吃了一盆 那个大心灯 那是TAS天花板 而且刚才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我还做了这个三国战机119 赵云 这个TAS 他用了25分钟20秒 即便是人脑最快的魔装飞 他也是用了27分钟 这边是用了25分钟20秒 可想而知 确实太得了 对你119不可能打到十几分钟 那不可能的 好 我也是吉林的 刚好又不让上班了 为啥不让上班啊 好 直接变剑啊 反正呢 一会儿你们也看到了 他这个路子啊 是正常先把TAS兵一个一个捞死 这个走这个传说中的貂蝉 那就是要走这个雷道 要走雷道了 大神之路 那大神之路呢 那完全不是一个版本了啊 大神之路其实主要是为了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的是啊 好多人玩大神之路啊 本身是为了让你练秒杀的 结果好多人玩速通 玩贪分 你大神之路玩贪分 那不不用脸吗 那大神之路贪分 贪2000多万 卧槽 太刀了啊 又有疫情了吗 那废了 哎 怀旧哥又来了 这下要换剑呢 就就 你打 打有的怪就有点换 好的 对吧 哎 肉搏单挑貂蝉 绿衣貂蝉啊 长得还好 这个最狠 一个 好 直接 其实打他挺难打 我告诉你 别上头啊 确实别上头 你儿子说他最爱看我直播 一天不看就感冒 现在把医药费结一下吧 我说啊 咱说今天四星人他没忘呢 对吧 咱现在不说怎么样 这个人头 你知道吗 还剩 15分钟 15分之 那个7 还少8个人头了 凑一凑 对吧 凑不了那个飞机火箭的 凑个人头总可以吧 对不对 这这这直接就小毒 一个毒加冰箭 也打不了多少血 还得是普通箭啊 现在哈尔滨也有疫情了 它是哈 不是哈尔滨的疫情 是哈尔滨的人复阳了 然后去大庆了 是这么回事 还好 哎 这什么 直接撞箭口上了 小箭头 可以啊 虽然说玩的猥琐 但是能理解 好 这两个斧子打开 肯定是要进去的 因为这里面有传说中的 雷电锤 这个雷神锤啊 这个喵喵锤 对吧 诸葛亮捡不起来啊 诸葛亮是因为他有了心灵宝石 对吧 诸葛亮有了心灵宝石 他才能捡起来的 懂我的意思吧 啊 好 雷神锤 直接一走 这加石器捡他干啥呀 是狠啊 无伤用血杀是允许的吧 在三国战技里面 我个人认为 对吧 不挨打 就是无伤 所以说我认为是允许的 可是呢 所有的人玩无伤 都不用这个招式 确实没用啊 他不需要用 因为你练血杀 其实没有意义啊 因为他不练血杀 也可以无伤 为什么要有那个争议呢 就不用那个争议了 不血杀了 人头 人头是金卡吗 你一毛钱就可以当人头啊 一毛钱就可以当人头 现在还差五个兄弟们 还差五个 又来送死 无伤玩法的天花板 无伤玩法的天花板 兄弟们 飞轮 我知道为什么加湿器了 无伤玩法的天花板 中的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选择飞轮玩法 可以 很多人说没有飞轮了 怎么打 一会小兵会来送 一会小兵会来送 这个玩法非常邪恶 很恶心 可以可以可以 这么玩 真的啊 真的是 你看 又送飞轮了 哎 浪费了 我操 我说为什么要留加湿器 但是他浪费了 这个事就蹲了 你也可以呼风唤雨 对吧 反正呢 打死他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这么玩的 你看 他给你飞轮了 你要全指望自己呼风唤雨 时间肯定不够 就要指望着飞轮 好 呼风唤雨 为什么到快没了 气再放 因为你有气的时候 换呼风唤雨 血量少 但是你没有气的时候 换呼风唤雨 血量得 好了 张灵直接扎死了 这玩赖了 这开始啊 其实他时间是够用的 他没有必要啊 他没有必要 再用这个张灵剑 对吧 你如果有这个张灵剑 你可以轻小兵 能理解吧 就是说 就是说他可以用来轻 那个比如说 有的地图啊 会有一些什么 铁甲兵 让自己更稳一点 小地图 放放那个张灵剑 对吧 他没有必要浪费 因为 他想呼 也可以再呼死 这个啊 还有加湿器 加湿器 你看后来不也随便扔了吗 他这个方案是有的啊 好 好 直接傀儡王吧 直接撇了个大丢铲出来 好 鱼顿剑 这儿 你看啊 太清单精 能把 其他人变成小动物的 这个东西 好 直接 好 直接再走 大腿都不吃啊 直接进屋 这是三国志吗 不是 这是三国 真三国无双 这是那个三国群鹰乱啊 真是真能整啊 好 再见 好 进屋吧 一猜就是 何苦来呢 天师服要不要啊 天师服 其实在无伤这个方面上啊 放 有个天师服也挺好 可以用来帮看小兵 哎 对吧 可以看小兵 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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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接 对吧 我接 我接触这个 卡牌游戏 三国杀 其实是启蒙啊 但是呢 三国杀 我觉得就是 现在太阴间了啊 我不是现在太阴间了 我当初有鲁大师的时候 我就不敢 我就不想玩了 太尼玛变态了 精神病啊 对吧 这个 就是 就不光就什么山包林包的 就我管你这个 就以前 对吧 标准的 什么火包 啊 什么一将成名的 还好一些 好 直接兵剑 现在那个曹金玉 大赖逼啊 大赖逼啊 超级玉太狠了 跳起来 还差最后一下 好 Let me go 走吧 走吧 一刀 哎呦 这真过瘾啊 拿兵剑捅 这个小兵捅不死 还得捅好几下 这就特别难受了 对不对 水浦之官人 啥叫水浦之官人 我哟 哇 你点儿是真被 你这小箭筒 白白浪费了九百多个啊 其实如果说 我告诉你一会儿 如果破阵啊 打无伤 看看怎么说 要不要打吕布 其实可以不打吕布的啊 打吕布干嘛 好的 就在正上方一日头 那个毒看似能喷着你 但是其实喷不到 对不对 怎么不用电剑 他妈倒是得有电剑呢 这吕布还没出来呢 到哪有电剑啊 对不对 好 他不准备打吕布吗 看一下 目前还不知道啊 目前是能打 目前是能打 哎 卧槽 这这这 还好这个兵的反应速度啊 有点慢 要不然就嘻嘻哈哈的 好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呃 这个女的怕兵 啊 男的怕火 好 一个土雷 要打吕布 好 要追地了 要追吗 铁莲花 真是浪费 好 不知道啊 兄弟们看一下 好像不打了 不打了 这一看就是不打了 用兵剑 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快速的 对吧 限制住小兵的行动 然后让自己安全一点 不打了 换不换剑 看一下不换 哈哈哈哈哈哈 笑的太灯了 好 这个男的不怕兵啊 你看他男的穿的大裤衩都不怕兵 服了啊 三脚内裤还是 跳 火 火 人盾输 我擦 你用后黑烧他也是最累啊 兄弟们 雕虫小技 雕虫小技 好换剑 直接隐身一爆气 一二三跳A 好 一二三 一二下蹲 一二三跳A 好 一二 再 稳 隐身一连着放 不像我 抠 啊 飞他等没了再说 隐身一连着放 就是干 对啊 没气了 可以呼风唤雨了 放盾输 雷 啊 好 天盾 这个天盾打 路线还行 能变两下吗 他 哎 啊 好的 他雷 哇操 他这么玩的 一个锤 好 控好血 控好血 别着急 一个不小心 一会儿 左刺还没出来 给他捅死个屁的 哇操 小的吧 看招 用兵剑打 大概你后黑 打就快 好 这些捅死 一顿升级 这左刺一下来 升了900多机 必须的捅呀 没有捅呀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我一猜就是 你看现在贵宾260 一会儿变成240了 你看吧 这边怎么说啊 看看 射箭的 新钢剑 你看 果然240了 我一猜到了啊 这个鐵梯花放的 其实喷火确实容错率低一点 但是也并非没有技巧 而且你还准备点小道具 比如说毒 比如说土雷 都可以 打无伤就不打吕布了 打无伤打什么吕布啊 对吧 你跳索斯 打吕蒙干嘛呢 对不对 能理解吧 不过打吕布是有个必须的一个说法啊 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安排 有一个赞助 这安排是什么呢 就说你必须要走全boss路线 然后无伤 那就另说了 对不对 那就另说了 懂我意思吧 你打全boss 那必须有点打吕布 不打吕布 你不可能会 对吧 就是那个 这个 就是打那个二货嘛 对吧 你肯定有点打吕布啊 要不然没有二货 主要是看那个 看看带脚 这玩意看说脚啊 有人说我就有点让你打 你不打不行 那就必须有点打了啊 好 这个地方 他可能控一控 控一控气 升级的话 好像24级是多少来着啊 24级的时候是多少来着 有点懵了啊 来 钟乌烟的二技能啊 蓄力打个大錘 我先走 你看就这个 这钟乌烟的二技能确实猛啊 风云有人出无伤了吗 我估计有 有很多啊 只是没有发布 可能他玩风云的人认为风云无伤不是什么呢 風云的 speakers说的 这是一个小套路连招啊 招安壮是关键 不是招安壮不可能会这么玩 再读上 哎 这个别走 卧槽 不是招安壮这个别走 我脑难受了 好没血了 暴气呼风 好再呼风 直接度康九 铁莲花起身一炸 哎呦这个炸很爽 时间 哇 这个节奏给你把控的 这个节奏给你把控的 是真强啊 好 看一下 飞轮 王平人小衣服 这是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啊 淡蓝色 藕和色 是吗 这个能一命通关吗 这个不能 这个点头九百多个币 人都无伤通关了 你到你这变成一命通关 是真醉了啊 好 一个铁莲花 把兵权打掉 单挑boss啊 最简单了 一个兵 追递反A 啊 追递向那位 看一下 好等 然后准备前前锁 没有兵精状态啊 这兵精状态才是关键啊 重中之重啊 好 看一下 这个小看刀很恶心啊 啊 还是没有兵精状态 小心 他这个小葫芦 好 兵精状态 下端A 单A 可以 好 噔噔 咚噔 咚噔噔 好 没有小兵这个boss真的啊 就跟一个烂匣子似的 他这个冰冰柱的这个状态 你看起来像不像那个什么 像不像这个 就是葫芦娃里面 那个七彩虹的山的其中一块 冰星状态最好看的 还是那个西游士恶传里 那些对吧 你练悬冰斧 或者或者那个寒冰掌 对吧 就感觉非常 就是那种冰星状态嘛 今天怎么这么敬意 我敬意个屁啊 我今天敬意啊 不过今天确实是啊 从刚开播就开始 正走正节目 而且全都是人气比较高的节目 好走雷道 这也是他打这个 打雕缠的这个用意啊 一定要走雷道 他走雷道 我告诉你雷道打雾伤 并不是很简单 但他走雷道呢 可以绕过越级跟魏妍 可是呢 这个地图呢 如果你不熟悉 像咱们咱们这种玩家 你偶尔走雷道 你不熟悉的话 打雾伤还是很恶心的 这些地图的小兵也好 还有这个有一些 比如说机关 什么毒啊 射箭啊 弓箭兵的批量 这种刷兵 你要不记住的话 你会很难的 懂我意思吧 一个月能挣两万吗 你在想屁事 你好像在想屁事啊 这么说吧 现在你要每天都能把四星过了 这个一万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你也要保证天天播呀 你像我前一阵又病又啥的 这一阵你看马上越低了 我狼人家说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外情况 肯定是要天天播的 所以说你懂的 再多加个零 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 我一位能赚二十万 我说难听了 我不得上天呐 真是 我说话 我都得这么跟你们说话 一口冲着你们说话 我说话是说 我一个月能赚二十万 我一个月能赚二十万 我告诉你 那除非是越南盾 那要是人民币啊 咱不说美金 要人民币一个月能赚二十万 我说难听点 我现在我一走一蹦高 我走到我都得第二阵走 说实话啊 真是 我现在我一个月能赚一万 我就不错了 我擦屁股用纸 我都用三张 对吧 多一张我都不用 我如果说 我能一个月赚二十万 我擦屁股都得用一卷 我告诉你 真是的 我怎么看 进去半天才会有这个效果 咱也不知道 这种变色的怪AI狗 其实也有的时候把设计的他的攻击欲望确实不一样 就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啥你像那个有的时候兵一多地图一窄他的攻击欲望就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那个陆迅那个地方的刀盾兵很厉害 还有一个地方就很恶心就是那个第三关盘山道 无限那个刀盾兵就很皮 好195万了虽然说肯定还是中途这个打障碍了打啥的了 但是还是没有升到24级 慢慢往前移动啊别着急 这个东西你如果一下往前方走突然就多个什么弩兵啊什么弩兵之类的 小心啊还有哎有变色龙小龙 直接一个对说 其实这个人对书如果你贴边放是最有意思的兄弟们啊 人对书贴边放的话 对吧你就直接就会刻这个人对书 他会自动被吸进去 吸掉这个桥底下 好乱世萧熊 啊你看啊一到佐慈那个时候那贵宾都在佐慈一晚都走了 那倒是送点大气啊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咱四星总贡献可能是拉倒了 但是咱那个对吧你那个大气都不给我那真是啊脑瓜子嗡嗡的对不对 小箭头 小箭头 四四 那你人盾输的话可以刻啊就真的是那个人盾那种火就留在那了啊虽然说没啥用 小箭头 小箭头 也是海鲜啊 再给你整点那个康 康帅伯 鲜虾鱼板面 对吧 海 海鲜 鲜虾面 海鲜虾面 海带 对吧 海 海带丝 海带根 生 生慢 海带丝 绝 绝 绝味海带 我跟你说 海带挺好 本身海带啊 对这个 对吧 人体呢 就是 对吧 这个 如果是适量适入的话 你不能当着当饭吃啊 适量适入的话 对人体 对吧 这个 有百利而无遗害 而且呢 还有一个 好的 泰清丹精 蒸酒精 而且呢 这个海带呢 它热量很低 相当的低 非常适合减肥者使用 而且如果你拿海带去下酒 海带的味儿配合它那个咸味儿 当咸菜 哎呦 也确实好啊 再加点辣 确实 海带牛逼 烧好加虾片啊 呀 熊猫 这冰嘟嘟嘟嘟嘟啊 这就是 这是真冰嘟嘟 对吧 是不是啊 好 傀儡王嘛 三个隐身衣 兄弟们 当然我们玩的是天王难度 所以说 你懂的 感谢我们的增贩群赠送的同心卡 给我拿 啊 感谢感谢 滋滋 哎 哎 来了 我现在开始啊 如果你暴戏的话也可以这么玩的 暴戏你可以选择 哎 前一锁 哎 前一锁啊 好 走雷道 打得快 没有小兵 太烂了 这个 曹操直接就被冰嘟嘟了啊 这就没招了 虽然说是高手 但是我该猥琐猥琐 205万24级 全程无伤 虽然说 最后的这个结局 看起来非常的讨厌啊 这个 曹操说 你不讲武德 来 骗 来 偷袭 我69岁的曹老板 啊 你拿冰箭怼我 这好吗 这不好啊 这一顿错 你看 这全是错死的感觉 好了 这是扎死的 直接扎死了 万念穿心呢这是啊 OK 那这就是来自于小狸 在给大家伙带来的 这么一个精彩的视频 无伤系列好像还差一个白黄 好像又不差 我忘记了 在片本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